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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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并不是金斧子 银斧子 这并不是金斧子和你换的 现在想想 那还是算了吧 小兄弟 咱们两个也算相识一场 共同在这里避过雨 商量一件事情 将来若是我遇到麻烦 找到你 可否请你帮一个忙 陆思卓总觉得这老者处处透着古怪 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说道 若是老伯将来能找到我 又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又不违背道义 帮您一两个小忙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老者拍了拍陆思卓的肩膀 笑嘻嘻地道 你这小子 有点意思 将来肯定是有福之人 这一切都是自己逐渐改变的 等下雨停了 记住 不要按照原路返回 你要从西沟回去 陆思卓刚要问一句为何 却发现 眼前的老者却已经消失不现了 不知所踪 直接将陆思卓吓呆了 他立刻握紧了斧头 不知道为何握着那一把斧头 笼罩在心头的恐惧竟然消失不见了 回想刚才那一幕 那老者出现的就十分突兀 身上虽然有雨 可也仅限于头发之上 仔细想来 陆思卓终于发现了那老者的不同寻常 瓢泼大雨 头发都湿了 身上的衣服竟然没有一丝水渍 只是 他刚才完全没有注意到罢了 这一下 陆思卓不由地想起了 村里老人们所说的雨天的野外 容易壮见的一些事情 过了一会儿 雨停了 陆思卓拿着绳子 扁单和斧子走出了小石屋 准备回家 他想起那老者 让他从西沟下山 他想了想那老者 便故意向东沟走去 毕竟 东沟距离他们村子较近 可是 走到东沟的上方时 他犹豫了 他停留了片刻 刚要局部 便看见一块巨大的石头 忽然间便从山上滚落了下来 看见这一幕 陆思卓不再多想 转身就走 要多快就有多快 向着西沟而去 见于在东沟发生的事情 到了西沟上方时 陆思卓还是停留了片刻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才迅速下山 一直走到山脚 出了大山 也没有见发生任何事情 心才落在了地上 西沟前面是一条河 由于山上流下的水 全部都汇聚在这条河中 往日清澈的河水 已经变得十分浑浊 而且 河水暴涨 直到过了桥 陆思卓才放缓脚步 缓缓回头 看着这一座山 心中十五味杂沉 短短时间内 经历的事情 他真不想再经历一次 他看了看天空中的乌云 叹息了一声 便收回了目光 准备回家 就在此时 他的目光微凝 河流的上游不远处 似乎有一个人正漂浮在水里 跟着河水浮浮沉沉 那似乎是一个人 正在拼命挣扎 陆思卓没有多想 连忙将绳子的一端记在身上 另外一段记在河边的树上 静静地站在河边 死死地盯着那个在河水中沉浮的人 等那人顺着河流来到进迁时 他纵身一跃 扑了出去 一下子将那人拦住了 如巴掌鱼一般 将那人死死地抱住 拉着绳子 回到了岸上 短短的片刻时间 陆思卓都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躺在河边湿漉漉的草地上 大口大口呼吸着 慢慢恢复着自己的体力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坐了起来 去看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竟然是一个女人 这女人看上去 比陆思卓要小上几岁 陆思卓将她扛在肩上 头朝下 反正她也不知道如何救 只是依稀见过有老人如此救过别人 便尝试一下 也不知道是陆思卓施救的方法对了 还是那女子根本没事 反正过了一会儿 那女人缓缓转行了 陆思卓将那女人放回草地上 苦笑道 还好 活过来了 女人躺在草地上 正正的看着陆思卓 轻声问道 是您救了我 陆思卓环顾四周 点头道 这里没有别人 好像是我救了你 女人文言 一下子就笑得咳嗽起来 说道 还有好像这个说法吗 陆思卓尴尬地道 我 我 她向来是不擅长言谈的 特别是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小的女人 她更是很少说话 一时间 被这女人打去 她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女人叹息道 你不该救我的 毕竟 我不是被这河水冲走的 而是自己投河的 这河水如此湍急 又如此浑浊 若是为了救我 再连累到你 那就不划算了 陆思卓挠了挠头 皱眉道 第一 我不知道你是主动投河的 第二 即便知道 我也会救 因为 你可能是一时间遇到了难事 一时间想不通 仅此而已 若是我救了你 你万一想通了呢 或许便多了一种选择 不是吗 女人正正的看着陆思卓 轻声道 谢谢 你给了我多一种的选择 陆思卓又不好意思的笑了 她确实不太会和女人聊天 或者说她本来就不擅长和任何人聊天 她是一个孤儿 自幼父母双亡 在村里吃着百家饭长大 老村长去世前 实在不放心陆思卓 便领着村里的一些人 给陆思卓建立一座茅草屋 虽然简陋 但是 却能遮风避雨 也算是让陆思卓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女人又道 我叫柳连云 清风镇人 此前看上一个书生 我为了能够让她出人头地 便一直从附近那里偷偷拿银子帮她 可惜 她考上举人之后 又拜了一位老师 娶了那位老师的女儿 而且 也与镇子上的老师断绝了往来 我气不过 便投合了 陆思卓 呕了一声 她向来不懂安慰人 更没有想到柳连云会将自己的事情说给她听 其实 她完全不感兴趣 只是觉得柳连云很傻 毕竟 杜师娘怒沉白宝像的事情 谁不知道呢 近的不说 远的还有软狼 辜负了苏小小 以桩桩一件件 可谓都算是前车之件 怎么还会有人犯傻呢 柳连云看着陆思卓发呆 便问道 你在想什么呢 陆思卓又看了看天空 说道 我在想 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 我看着天上的云 这雨并没有过去 很快就会再来一场大雨的 所以我想回家 柳连云呆了呆道 你说话都是这么直接的吗? 陆思卓好奇道 我如果说话拐弯抹角 这雨就不会下了吗? 柳连云一下子被枪住了 从地上爬了起来 提了提自己的裙子 全都是河水和污泥 说道 走吧 前面带路 陆思卓瞪大了眼睛 问道 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回家? 你不回自己家的吗? 柳连云揉了揉自己的额头道 我家在清风镇啊 从这里到那里 至少也得半天时间吧 我怎么回去? 陆思卓一拍自己的脑袋 恍然大悟 便不再说话 当先走着 示意柳连云在后面跟着 可是 走了一段路之后 陆思卓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 便问道 从清风镇到这里 距离很远 你在清风镇投河 倒背我就起来 应该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末世人一样? 柳连云说道 哦 投河之后 我就后悔了 刚好有一段枯木飘过 我便爬了上去 谁曾想 河流越来越湍急 到了后面 我实在坚持不住 才掉到了河里 顺水而走 没过多久 就被你救了 陆思卓默默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领着柳连云回到了家中 到家之后 陆思卓去隔壁找了沈大嫂 借了玉桶 喝一套衣服 然后烧了开水 让柳连云泡了一个枣 暖暖身子 顺便喝了一碗姜汤 柳连云换上了沈大嫂的衣服 才暖和起来 看着陆思卓忙里忙外 便想前去帮忙 结果全是倒忙 柳连云甚至连生火都不会 被陆思卓撵出了厨房 当天晚上 陆思卓家里的人忽然见多了起来 一会儿沈大嫂送来了羊肉 一会儿李叔送来了一坛酒 一会儿王伯送来了鸡肉 一会儿陈奶奶又送来了鸡蛋等等 反正不停地有人来往 陆思卓都猛了 不知道何意 成爷爷走的时候 还来了一句 好小子 好好把握住机会 反而是柳连云红透了脸 他知道 那些人是误会了他和陆思卓的关系 不过 柳连云觉得陆思卓和村里人相处的关系很奇妙 陆思卓并不善长言谈 就算村里人送了东西过来 陆思卓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感谢 可是 村里人卓也并不介意 反而都是乐呵呵的 后来 柳连云才知道是为何 陆思卓虽然不善长言谈 但是 陆思卓擅长用行动去表达 谁家缺柴了 他会送过去 哪个老人需要照顾 他会主动帮忙 谁家来不及收庄嫁了 他也舍得卖礼器 正是这样的原因 他在村里积攒了很好的口碑 或许 这就是交心吧 第二天 陆思卓送柳连云回清风镇 到了清风镇 陆思卓才知道 柳连云竟然是清风镇柳才主的掌上明珠 也是柳才主唯一的女儿 陆思卓算是柳连云的救命恩人 柳才主对陆思卓自然是千恩万谢 可是 也仅仅只是千恩万谢罢了 甚至都没有留卢思卓吃一顿饭 对此 陆思卓也没有任何介意 他救人 不过是他自己的事情 至于别人是否感激他 他还真的就不太在乎这个事情 他只相信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送柳连云回去之后 陆思卓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没有什么变化 村里的人都为陆思卓可惜 觉得陆思卓没有好好把握住机会 当然 一些人觉得 那可是柳才主的女儿 就算陆思卓在努力 也很难娶到她的 可是 不久之后 柳连云便坐着马车来找陆思卓了 陆思卓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再到后来 陆思卓即便不在家里 柳连云偶尔也来 村里人觉得游戏 也觉得柳连云丝毫没有财主加千金小姐的架子 便各种找机会夸陆思卓 渐渐的 时间一长 陆思卓对柳连云产生了好感 两个人相爱了 本以为是一段佳话 可是 忽然间有一天 柳连云经常坐着的马车来了 下来的人 却不是柳连云 而是柳才主 陆思卓看见柳才主 心中咯噔的一声 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可是 毕竟是柳连云的父亲 他还是很有礼貌的 将柳才主请进了自己的院子 柳才主没有进屋 就站在院子中间 四下打量了一番 这才说道 你救了云儿 我很感激你 但是 你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明白吗 陆思卓摇头道 不明白 难道你们柳家是仙界之人吗 柳才主怒声道 你 陆思卓叹息一声道 柳伯父 有话直说吧 我想知道 你怎么样才肯将人嫁给我 我不想云儿为难 也不想您不满意 柳才主凝视着陆思卓 冷哼道 你只是一个侨夫 甚至连一座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怎么敢想着娶我女儿 这辈子都不要想了 除非你能考中秀才 取得功名 只是 你有这个能力吗 陆思卓苦笑 柳才主这是想彻底断绝他的念想啊 毕竟 陆思卓已经19岁了 从未读过书 且不说陆思卓有没有银子 去上私书 即便是有 陆思卓短时间内能考上秀才吗 柳连云又能等他多长时间呢 柳才主又真的会让他柳连云等他吗 柳才主只是一个商人 若是陆思卓能考上秀才 那就是有了功名在身 就算陆思卓还是穷困 可是 地位已经变了 所以 只要陆思卓能考中秀才 柳才主自然是愿意将女儿嫁给陆思卓的 虽然 秀才之上还有举人 举人之上还有进士 但是 就算如此 秀才也不是能够轻易而取考上的 清风镇上一个考上秀才的人 已经是数十年前的事情了 至于柳连云此前一直帮的那个书生 只是路过清风镇时生病了 铸了一段时间而已 柳才主分明是想要彻底断了陆思卓的想法 陆思卓卓点了点头道 希望柳伯父能够言而有信 否则 万一我将来考中了举人 甚至更上一层 今日之事 我算是记下了 柳才主眯了眯眼睛 冷哼的一声 转身就走 柳才主来找陆思卓的事情 很快整个村子都知道了 大家都很气愤 却也很无奈 柳才主等于是出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要知道 陆思卓从未读过书 却要他去考秀才 这怎么可能 无奈之下 很多人都劝陆思卓放弃吧 陆思卓也想要放弃 他虽然和柳才主针锋相对 但是他也深深知道烤秀才的难度 半夜时分 陆思卓拿了一摊子酒 一个人来到了和柳连云出狱的地方 坐在河边 慢慢地喝着 酒入愁肠 想要大醉一场 月色很好 可惜没有家人 陆思卓醉眼朦胧间 又看到了当初在小石屋里遇到的那一个老者 老者走到陆思卓跟前 拍了拍陆思卓的肩膀 刹那之间 陆思卓便酒醒了 就像是从未饮酒一般 老者笑道 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学会借酒消愁了 陆思卓叹息道 我爱上一个女孩 可是她家里人不同意 给我定下一个条件 除非我能考中秀才 否则就要我断了这念想 为何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呢 老者笑道 你说的是柳连云吧 那丫头不错 我本以为让你救她 会成就你的一段姻缘呢 多曾想 竟然出现如此许多波折 年轻人 不要灰心 我给你找个老师就行 陆思卓皱眉 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为何如此帮我呢 咱们见过我吗 老者指了指山上 说道 你没有见过我 但是 我却经常见你 谢谢你经常来看我 我呢 也要知恩图报 不是吗 说完 老者又消失了 陆思卓下了一跳 站起身来 环顾四周 不见人影 他看向他经常砍柴的那一座山 突然间 想到一件事情 那一座山里 有一座孤坟 乱石堆旧 没有墓碑 陆思卓 由于经常来这一带看柴 逢年过节时 便带上一些东西 算是扫墓吧 想到此处 陆思卓觉得 严严夏日的风都透着一股寒意 他不想在此处待了 回到家里时 他只要一闭上眼睛 便会有那老者的影子 彻夜难眠 到了早上 才缓缓睡去 第二天 陆思卓喊见地没有去看柴 心中有太多事情了 一直到第四天的中午 陆思卓正在做饭 一个中年文士却走到了院子里 一直到了厨房 问道 陆思卓是住在这里吧 陆思卓下意识地看向地面 见到中年文士地上的影子 不由得地松了一口气 缓缓起身道 我就是陆思卓 不知道 你找我什么事情 中年文士打量了一下陆思卓 说道 我听说你想要考秀才 我是来收你为徒的 陆思卓心中一惊 想到了昨晚那老者的话 便好奇道 是那位老伯让您来的 中年文士叹息道 你口中的那位老伯 其实是我的父亲 当年父亲出门游历 再后来便音讯全无 直到昨晚 他才给我托梦 告诉我一个大致的方向 让我来找一个叫陆思卓的年轻人 陆思卓苦笑道 这这样的事情 确实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中年文士拍了拍陆思卓的肩膀 笑道 不必多想 世界很大 天地很广 发生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 其实正常 将来有一天 你自会明白的 我问你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陆思卓立刻拜师 根本没有犹豫 有这样的好事 他为何要犹豫呢 中年文士点了点头道 你带我前去父亲的坟墓 我要守孝三年 这三年里 你就跟我一起住在山里 我教你三年 三年之后 我会让你考中秀才的 陆思卓暗暗想着 希望柳连云能够等自己三年吧 随后 陆思卓便跟随中年文士进了山 在陆思卓眼里 这个文士打扮的中年 根本不像是一个文士 力气大的惊人 平吉一吉之力 竟然在那一处孤坟的旁边 盖了两座石屋 从此以后 陆思卓便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偶尔有人来山里放牧 采药 打猎 或者砍柴 才能见到陆思卓 陆思卓没有读过书 一切都是从头出发 而且 中年文士不仅仅教陆思卓读书 还教陆思卓练武 一天的时间 陆思卓只能睡两个时辰 被安排的满满当当 时间一晃便是三年 距离陆思卓考秀才 便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这三年来 柳才主确实想要让柳连云嫁人 但是 柳连云却用各种办法给抵挡了下来 只为等陆思卓考中秀才 就连陆思卓的师父 那个中年文士也是颇为佩服柳连云 认为 将来陆思卓若是能娶了柳连云这样的女子 那一定是陆思卓的福气 三年时间到了 中年文士词别了陆思卓 消失在人海 再也寻不现了 陆思卓有些惆怅 可是 他来不及伤感 便去考秀才了 正如中年文士当年所说 给他三年时间 一定会帮陆思卓考上秀才 确实 陆思卓考上了秀才 考上秀才之后的陆思卓 十分兴奋 急切地跑到了清风镇 想要将这个喜讯告诉柳连云 但是 到了清风镇之后 陆思卓却听到一个消息 犹如五雷轰顶 柳连云要嫁人了 而且是心甘情愿 柳才主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 因为 对方是一个举人 秀才虽然也有功名 可是和举人相比 那真是天壤之别 从秀才到举人 从举人到尽世 可谓是一步一登天啊 陆思卓绝望了 有这样的对手出现 他已经不再有丝毫的希望了 那天 陆思卓满怀各种希望 终究化位久入惆怅 到了晚上时 陆思卓甚至没有勇气去献柳连云 或者说 他已经对柳连云失去了希望 不过 他并不怪柳连云 在柳才主的压力之下 柳连云还能挺三年 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陆思卓喝了一个鸣鼎 直到酒馆关门 陆思卓才走了出来 手里还提着一坛酒 满无目的地青风阵上走着 不知不觉间 竟然来到了柳才主的院子之外 他靠着墙坐下 看着硕大的老鼠从他面前爬过 竟然还回头看他一眼 陆思卓苦笑着 深吸了一口气 他起身 准备回到自己的村子 忽然间 陆思卓听到一些对话 这陆思卓还真是可怜啊 努力了几年 到头是一场空啊 我怎么觉得 这是柳连云的错呀 他如果再坚持坚持 或许只能能到陆思卓呀 那又如何呢 那可是一个举人啊 举人 你明白吗 算了算了 我听猪圈里的母猪说 这柳连云似乎不是自愿的 陆思卓将酒坛子摔碎了 揉了揉眼睛 他确信自己没有听错 就是两只老鼠在对话 想起老鼠的对话 陆思卓运转功力 散去一身酒气 直接身影飘动 到了柳才主家里的猪窝所在 竟然真的听见一群猪在争吵 大致意思是 柳连云并非愿意嫁给那个举人 只是 那个举人是一只狐妖 利用术法迷惑了柳连云 所以 柳连云才愿意嫁给那个举人 这并非是柳连云真心想嫁 听完这个消息 陆思卓并没有冲动 反而直接顿走了 他回了村子里 找到那一座古桥 从桥下取走一柄古剑 虽然并非是针对狐妖的 但是 毕竟是古剑 煞气很重 能够增添自己的实力 然后 他回到了清风镇 直到柳连云成亲那天 那个举人出现 陆思卓持剑而立 在柳财主的家门口 挡住了那个举人的去路 一剑击出 两个人便站在了一起 然而 这一只狐妖的功力实在是太高 开始是平手 可是 交手了一会儿之后 陆思卓发现 自己虽然招式高明 却是功力不够 自己打中妖狐 妖狐根本没有半点受伤 但是 自己一旦被妖狐打中 便是受伤的结局 若是继续下去 自己必败无疑 正在交着时 那个老者又出现了 大吼道 笨了 用那一兵斧头啊 陆思卓忽然间反应过来 想当初 老者可是想一柄金斧头 换自己的斧头呢 他立刻将那斧头拿了出来 迎战妖狐 斧头之上 煞气弥漫 还有一股他不清楚的澎湃力量 竟然在压制妖狐的力量 最后 陆思卓一斧子披下 狐狸的脑袋飞了出去 那个举人竟然成了一只狐狸 就在同一刻 穿了凤冠侠陪的柳连云将凤冠侠陪撕烂了 他清醒了 他要嫁的人 一直都是陆思卓 从来不是别人 经历了此事 柳财主直接吓得瘫痪在床 不敢想象 自己竟然要将女儿嫁给一只狐妖 后来 陆思卓和柳连云顺利成婚 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了 有情人 终成眷属 陆思卓后来想考举人 可是 被柳连云阻止了 他当年被那书生抛弃 终究心里不放心啊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竹林里的女尸 清河村有一处竹林 一眼望去 连着碧绿的竹叶 通向远处的深山 白日里从这里经过 都会感到阴森恐怖 夜晚更是鲜少有人过往 这天清早 村里的王马子挑着豆腐到集市上去买 想着抄近路 便从竹林里经过 他平日素来胆大 夜晚经过分的 从不胆怯 走着走着 今日不晓怎么回事 心里总是发毛 他挑着扁担 继续赶路 走到竹林深入 由于昨夜里刚下了长雨 山路上有雨水 突然一群鸟儿从竹林里猛然飞起 把他惊了一跳 脚下不稳 滑倒在山路下的一处坑洼里 豆腐在他的保护下倒是落到了路边 不曾受损 只是他全身沾满了泥水 慌乱地从水坑里起身 结果触碰到一个软糊糊的东西 他拨开竹叶望去 这一看差点下掉他半条命 只见一张血弱糊的脸正盯着他 啪呀呀直叫 窜上去就往家的方向跑去 也顾不得那一担子豆腐了 村里人见到平素胆大的王马子 像是撞了鬼似的嗷嗷直叫 死人了死人了 村民上前拦住他问 王马子你这是咋了 王马子受到惊吓 早已语无伦次 这时村里的张婆子道 怕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说住转身回屋 从水缸里咬了一条水 直接泼在王马子脸上 此时他才醒过神来道 那竹林里死了个人 脑浆蹦出 眼珠子翻在外面 真真是吓死人了 众人一听 赶紧领着他去官府报案 官差们很快赶到竹林 果真在王马子的豆腐蛋子旁的泥坑底 挖出一具尸体 是一具女尸 从伤口看出是被利刃砍在脑袋上 看样子像是活活劈死的 五官扭曲 面不皆毁 已看不出样貌了 正在官差们询问 有谁认识这名女子是 张婆子道 官爷 这像是村里里木匠家的媳妇 她身上这衣料 我见过 还有些余料 她用来给孩子做衣服的 可找来核对一下 官差厅吧 立即派人到李木匠家去传话 让她来认领尸体 此时李木匠并不在家 听林里说她经常迈出去 给城里人做工 有时候一走便是几个月 她的媳妇张娘子 也是经常带着孩子回娘家 故此时官差跑了一个空 尸体被抬到了县衙的停尸房里 过了几日 那李木匠接到通报便赶了回来 她一眼看出 尸体正是她的媳妇张氏 回了支县大人 可是从她的脸上 看不出一丝难过之色 支县问 李木匠 你这几日在哪里? 李木匠道 回大人 我这几日一直在城中孙媛外家做工 她母亲要过八十大寿 家里需要新搭建一处西台 这期间你一直在孙媛外家 是否有在中途返回家中? 不曾回家 大人若是不幸可找孙媛外家的家丁 还有和我一起做工的伙计 他们都可以帮我证明 李木匠回道 支县早已派人去调查她这几天的去向 李木匠所说 与官差代辉的口供一致 最可以排除是李木匠的嫌疑 张娘子平日里是否和别人结怨? 你可知道 大人 她平日里行为怪异 又寡言少语 是否与人结怨? 我不得而知 只是岳母经常找我 让我别只顾着赚钱 当时常在家里陪陪她 我家也不是富贵人家 若不外出赚钱 哪有鱼粮养家糊口? 支县又招来其他人一一盘问 皆没有问出有利的线索 这时有官差回报 在一处枯井中 发现了一把带有血字的刀 经查看 这刀正是看似张娘子的凶器 这刀应该是砍柴用的 只要在村中找人一一查问 应该能查出此刀的主人 又经过一番寻查 果然有村民举报这把刀是本村断海的刀 以前看的经常用这把刀上山砍柴 支县马上命人将断海带到了公堂 道 大胆断海你持刀杀死张娘子 又将尸体埋藏在竹林里 你可知罪 断海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回道 大人啊 草民冤枉 我与那张娘子无冤无仇 何苦会要她的性命 你且看这把刀是不是你的 断海一看那刀 吓了一跳 连忙回道 大人 这把刀的却是小人的 但是怎么会在这里呢 此刀为你所有 又是砍死张娘子的凶器 你做何解释 大人 大人 我这刀 有一段时间不限了 我也不知啊 断海急的哭了起来 这时 他的娘子杨氏在门外大喊着 老爷 我知道谁是凶手 只想听他在门外这磨一说 便让人放他进来 杨氏道 老爷 你们冤枉我家相公啊 他平日里胆小如数 怎么有胆量持刀杀人 前段时间 我看见小叔断江 鬼鬼祟祟来到家中 在墙角处拿了这把刀 我那小叔子 平日里最喜欢偷摸别人的东西 以前也没少来拿 我每每和断海说 让他管管断江 可我那相公是个软性子 任由他兄弟来拿 没曾想断江竟做出此等事来 还望老爷明察 这是真得和我相公没有关系 官差到了断江家里 却发现他早就收拾包袱逃命了 碎派人张帖通告 追捕杀人犯断江 二年后张扬子案的凶犯断江 依然在逃 李木匠却早已娶了同村的王寡妇 这王雪温柔可忍 经常跟着李木匠走南闯北 此时李木匠木工活的生意越来越好 收了徒弟 开了木工商铺 直到有一日 王雪接到一封信 便匆匆忙忙的感到一处偏僻的废宅中 一进门他就慌里慌张的道 你这几年去了哪里 如今官府的人还在追捕 你怎么还敢回来 来人正是断江 断江冷笑了一声道 王雪 怕是你不想我回来吧 断郎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你看我知道你回来了 特地带来好酒好菜 你好生在这休养 有什么需要 尽管和我说 王雪赶尽把饭菜放在桌子上 又忙着倒酒 断江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 然后一句话也不说 就将他扛起来往里无尽 王雪急忙喊道 你快将我放下 这青天白日的你要做什么 断江一把将他丢在床上道 怎么以前做的 现在就做不得了 你可别忘了张娘子的事 他此话一出 王雪顿时下白了脸 结结巴巴道 他的事和我 我有什么有关系 当年是谁让我杀了他 你可是贵人多忘事 王雪此时 一改往日的娇若状 道 断江你不要在这里胡说 当年那张娘子明明有相公 还和你在外面做些苟且之事 谁知道你因何杀他 哦 那又是谁在外面一边勾引李木匠 一边色诱我 若不是那张娘子无意中撞见你 和他向公辈的李做些龌龊之事 他能以身体来交换 让我杀了你 我将此事告诉你 可是你让我去杀了张娘子 还许诺失诚之后 便嫁于我 现在想一想 怪不得我逃亡那天 让你跟着我走 你不肯 原来你早就盘算好嫁要给李木匠 断江气的咬牙切齿 王雪陷他此时怒气冲天 于是柔声道 断郎 你讲的是哪里的话 当年不是我不愿跟你走啊 是怕我拖累了你 我平日里不曾出远门 脚力自然不行 在那生死逃命的紧要罐头 怕误了你的时间 王雪又低声哭诉道 原本我是打算等你回来 可是我左等右等也不谢你 又不曾接到你的书信 意味从此便再也献不到你了 断江听得这么一说 顿时心底软了许多 问他 如今我回来要带你走 你准备做何打算 王雪转了几下眼珠 柔声道 既然断郎已回 那我便听从断郎的安排 断郎准备和石栋深离开 我和你一道走便是了 断江听后哈哈大笑 他觉得这王雪心里果然有他 别道 不急 听说李怒将现在赚了不少钱财 你先去将他的钱财带出来 等掏空了他的家底 我们再走也不迟 王雪赶紧将自己身上的金银首饰拿出来 全部交给了断江 断江坐回到桌前 大口喝酒吃肉起来 从此他便在这里等 王雪送吃送喝 送金送银 顺便和他重温就请 当年李牧将因长年在外做工 留下张娘子独自在家辛苦带娃 一天夜李张娘子听见院子李鸡在咕咕叫 一位是黄大仙过来偷吃鸡 于是点灯到院子里去赶 等到了院子的草堆处 突然被一只手给捂住了嘴 这人正是平日里 在村里做些偷鸡摸狗的断江 断江本想到李家偷鸡 却不料被张娘子发现 又见这张娘子衣服单薄 知道李牧将常年在外 便起了不轨之心 遂将他按在草堆里 霸王硬上宫 事后张娘子觉得女子丢了真结 实在难以开口 诉说这重丑事 谷不敢声张 而断江献他漠不出声 胆子欲发大了 从此便时常强迫张娘子 与他做那云语之事 而此时的李牧将 早就和村里的死了相公的王寡妇勾搭在一起 对张娘子不冷不热 每每回家总是板着张脸 后来干脆带上王雪在外面过日子 起初张娘子一位李牧将 只是性格比较木讷 直到有一次他到城中找李牧将 在一处院子里看到李牧将在给王雪做木制的灯笼 二人情意缠绵 这景象深深的刺激到张娘子 那日他临着雨回到村中 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断江家里 那是他第一次主动找断江 二人缠绵了好几日 在模模糊糊中他祈求断江帮自己杀掉王雪 张娘子不知晓 其实这段江早就和王雪有一腿 并且他有意要去王雪 只是王雪嫌他贫穷 时而召他来也是为满足一下欲望 可断江不这魔想 那王雪肤白如雪面若桃花 他就算站在那里冲他一笑 这断江便磨了花 又怎么会听这张娘子杀了自己的心肩肉 没过多久 王雪从城里回来 给断江带回许多吃食 二人当晚又私婚在一起 此时断江还不知道 王雪这么多天是和李木匠在一起 在温柔乡里沉浸了一晚 断江叫他注意一下张娘子 便将那张娘子说是要杀他之事 告诉了王雪 王雪心里明了 恐怕这张娘子知晓了他和李木匠的事 王雪心中也有气 因为张娘子的存在 李木匠迟迟不肯娶他进门 说是李家没有修气这一说法 如果让他母亲知道会活活气死 王雪心里一想 好啊 你张娘子想让我死 我就先让你死 等你死了 我刚好能嫁给李木匠 这李木匠生的俊朗 又有一门手艺 未婚之前 在这村里有许多女子钟情于他 李木匠是出名的孝顺 张娘子是由他母亲定下的婚事 于是他花言巧话 又哭着道 段郎 你不会真听了他的话 要杀了我吧 段江搂着王雪道 我怎么会听的蠢妇之言 我还等着娶你进门 王雪一把将段将推开道 你最近是不是和那张娘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不然他为何要跟你说这些话 王雪知道段江为人 手段下作 像张娘子那种以家为重的女人 若不是被他胁迫了 断然不会跟他说这些事 此时的王雪心里是暗暗叫喜 心中生了一记 段江一脸陪笑道 男友的事 我的心里只有你呀 说着又要上前去亲王雪 王雪捂住他的嘴道 我才不信 那蠢妇让你杀了我 你不肯 倘若我让你杀了他 你可愿意 段江正在信头上 当即答 愿意 事后他便将此事忘得一前二进 隔了几日 但是他又去找王雪 王雪便将他挡在门面 说是他陨落的事未兑现 以后便和他一刀二断 段江原本以为王雪是和他闹着玩笑 却真得从此不让他进门了 方才知晓 王雪这次是动真格了 可是杀人啊 段江还在犹豫之中 王雪又给他下了猛料 如果张娘子死了 他就嫁给段江 于是段江约上张娘子 在小竹林里见面 趁他不注意时 用砍刀活活砍死了张娘子 在路上又将那把刀扔进井里 只是他没想到官府很快便查到 那把行凶的刀是他大哥段海家的 知道这事肯定抱不住了便逃命去了 张娘子一死 王雪见自己的机会来了 又怎么会跟着段江去亡命天涯 他故意在李木匠身边为张娘子哭泣 他们二人在张娘子生前就以苟合在一起 线下寻着合适的机会 顺理成章的成了亲 再说王雪从段江纳里回来后 整日心神不宁 他看着眼前诺大的宅院 又有李木匠之冷之暖相伴 绝对不能将好不容易到手的幸福生活给毁掉 可是这次段江归来 明显是想要赖上自己 想要与他划清关系 恐怕不是一事 于是又一恶毒的想法有声 他要杀了段江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王雪又重新改变了想法 孙元外要在乡下修一处宅院 用来供奉祖先 这建宅之事交由李木匠负责 在挖地基时 挖出二条白色的蛇 只见这二条白蛇首尾交缠在一起 本来他们只要放生便是 但是跟着李木匠一起做工的王马子 胆量素来很大 他因满脸马子 又矮又驼 至今未娶妻 当然见不得那二条安爱有价的蛇 用木棍将那两条蛇给用力分开 又使劲地拍打 其中一条白蛇受了重伤之后跑了 另一条蛇被他们活活打死 李木匠在做木工时 就听老一辈人讲过 见宅玉蛇必先进凤 若是蛇不离朝 当劝主家一地而建 可是李木匠现此情景也不阻拦 还纵容他们打死了白蛇 当天做工回来 李木匠就感到一阵头晕恶心 想住是夜里受了风寒 便莫在意 可是从这天起 李木匠就时常头晕 找了大夫也查不出所以然来 这天孙媛外家的宅院 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上梁 那条中梁不管怎么上 都落上不去 好不容易架上之后 李木匠却突然发现 这中梁上面有一个洞 便上去查看 此时有一个小木匠 跑进来朝着他道 师父 不好了 王马子被蛇咬死了 李木匠心头一惊 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眼花 一个不稳便从房梁上栽到地上 那地上有一尖桩 就是把木头另一端削得很尖 用来钉缝细用的 只见那尖木桩直直地插进了他的命根处 他整个人昏死过去 待他醒来时 已经过去了数月 此时他已中风 讲话不利索 手脚抖个不停 原本英俊的李木匠 线下变成一个只会嗡嗡阿哑的废物 嘴里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发生的实在是让王学始料未及 他每日给李木匠端水清洗 望着日渐销售不能自理的李木匠 从一开始盼望他早日康复 到后来的心灰意冷 想着从此 他再也指望不上李木匠 反而要照顾他 心中就生了怨言 日子久了 他不再给李木匠翻身清洗了 还天天骂李木匠是个废人 想要把他一辈子给脱回掉 这时那段姜变成了他依靠 他干脆将段姜接到家中 和他做起了夫妻 还将家里的营生交给段姜打理 这段姜本来就是游手好闲之辈 乃懂什么经营之道 线下突然多了很多钱财 于是背着王学 就到那烟花之地寻花问流 一次王学到店里查看账宝 一看账上不得没有进账 反而亏了很多钱 而且自从李木匠出世之后 这家店的生意是一落千丈 加上段姜吃和嫖赌 哪里还会有盈利 此时王学在店中找不住段姜 又问主师的先生 才知道他在外面鬼混 王学在春风院里将段姜带个正着 两人回去在屋里大吵 都在火头上 口就毫无遮拦 将以前做的杀害张娘子之事拿出来说道 这些话都被躺在床上的李木匠听在耳里 他又羞又恼 若不是自己当初和王学胡搞在一起 张娘子也不会失身于段姜 最后酿成大错 或是急火攻心 他竟在当天夜里发出声来 次日 他的徒弟李亮过来端饭 李木匠突然叫住李亮 李亮听到他能言语了 特别开心 就问道 师父 你可以说话了 李木匠命李亮去清河通知知县大人 说是当年杀害张娘子的凶犯段姜在这里 让他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只和师母说家里有事 千万别提他能开口说话的事 李亮年龄不大 又聪慧好学 李木匠平日对他就十分偏爱 这次意外之后 王雪不再管他 都是李亮精心照顾 顾得了师父的命令 李亮立刻找王雪告了假 即日之后 王雪又在段姜的甜言蜜语之下 原谅了他 二个重归于好 正在你农我农之时 得官差逮个正主 公堂之上 段姜因受刑 招了事情的经过 王雪却一口否认是自己命 段姜杀死张娘子 他道 大人 那手脚长在段姜身上 我一个柔弱女子 如何能左右得了她 她这是诬陷我呀 想来大家也知道 这段姜在村里整日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也是被她逼迫的 但是她杀死张娘子的事 我的却不知啊 若我知晓 早就来报官了 王雪在公堂之上 巧言善辩 这时李亮推着李牧将进来 这几天 李牧将身体好了许多 她道 你这刁府 蛇血心肠 亏我被你一直蒙骗 王雪献李牧将可以开口说话了 碎哭着朝她道 相公 我是被逼无奈 李牧将公狠狠的瞪她一眼道 大人 这是我也有错 我与那张娘子 本是奉母亲之命成婚 婚后对她也毫无感情 直到遇见王雪 我才觉得 世上原来有如此温柔可人的女子 一直想拿她进门 可是我母亲不允许她进门 我才作罢 后来张娘子出了意外 我就将她取进门来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生活 我开点昭途 生意蒸蒸日上 没想到 在我一出事之后 她就变了一副嘴脸 还不知羞耻地将那拼头段江带回来 那日 段江召集 引得她二人争吵 便将杀害张娘子之事 全部说出 他们没想到我会好转起来 待我能言之后 命理量来此报案 此二人恶事做尽 求知县大人为草民做主 为张娘子申冤 知县查明原委 将她二人判了死刑 李木匠因自己当年做的糊涂时感到羞愧 她命人把孩子借到身边 找了私塾 供其读书 又将店铺交给李亮打理 过了几年 孩子们皆学有所成 而李木匠在悔恨中死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